现在NBA真没啥忠诚可言 球员如此 球队也是如此 归根结底NBA还是商业联盟 一切都是利益为主 你有交易 球队捧着你 没有价值 或者需要更高价值的球员 你就可能被当作是交易的筹码被交易 但是NBA现役也有非卖品球员 除非是球队老板疯了 若不然不会交易他们 今天这五人就是如此 东七奇看来 他肯定不会交易 独行侠未来就靠他 因为在年轻球员里 真没有比他更适合独行侠 持球大和打法 数据漂亮 带队也有保障 至于欧文 那肯定是辅助东七奇 球队当家球星还是东七奇 他还年轻 未来还有无限可能 颜值高 粉丝也多 商业价值也不断提升 就算成不了下一个诺维茨基 独行侠也会因为有东七奇 商业收入大增 约基奇没啥说的 那肯定是绝金非卖品 他就是当代的邓肯 球风无私 攻防一体 愿意成全队友 作为基石太完美 他的忠诚度也高 哪怕木雷和小波特伤了 他也有耐心等待 这种品质当今NBA太稀缺 他已经帮助球队夺冠 年纪又是当打之年 只要约基奇不伤 未来三至五年绝金都是夺冠热门 交易他等于是自毁前程 字母哥有人质疑他打球脏 但是没人质疑他菜 实力绝对是有目共睹 他已经帮助雄鹿夺冠 自己也是荣誉收割 近几年在联盟影响力越来越大 他的身体在这个时代 确实优势明显 没有投篮一样大杀四方 健康度够 年纪也正好 有了字母哥熊鹿 还有望夺冠 除了他 真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熊鹿的球星 库里已经在巅峰尾巴了 但是勇士没有动过交易他的念头 他为勇士带来四关 球队市值涨了几十亿美金 就这两点他就是非卖品 他的影响力不局限于球队 在整个城市他都是英雄 如果敢把库里这样 英雄一般球星交易 勇士队肯定会遭到媒体 和球迷的口诛比伐 最后是詹姆斯 詹姆斯现在依旧是非卖品 不是实力 而是独一档的商业价值 现在胡人根本不指望在夺冠 他们是需要詹姆斯为他们赚钱 詹姆斯自带流量 所有新闻都想跟詹姆斯扯上关系 多多不说 就退一巡演搞好了 轻轻松松实赖一入账 把这样的摇钱术交易了 胡人管理层可以集体辞职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